安囉哈 前面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歡迎收看小明星 隨便讓我們隨便讓我們緩解囉 那最近大家看到這邊的社群貼文就知道 莫名其妙啊 貓咪大戰爭居然會跟我們的神魔之塔合作 好不好 真的是萬萬沒有想到欸 真的是超級無敵酷炫的 所以最近我也有把我的神魔之塔載回來喔 到時候活動出現的時候可能也回去神魔之塔看一下 就是貓咪大戰那邊的一些關卡究竟要怎麼打 不過我已經好久沒有玩神魔之塔了 應該說根本沒有認真的體驗過啦 所以不知道就是現在會去玩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比較尷尬就是我們之前啦就是 有把我們的罐頭花掉嘛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的話這個 可能要在我們這一次是什麼啊 這個神魔之塔來之前啦 可能就要趕快努力的來存一波罐頭了喔 不然就沒有辦法抽我們這個神魔之塔的角色 那大家對於這一次的這個神魔之塔合作啊 你們有沒有就是非常非常驚奇呢 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我感覺好像是蠻酷的一個體驗 就是這兩個遊戲基本上都算是那個 如果你是經過就是那個就是 欸該怎麼說 剛經過就是那個就是智慧型手機 跟一般手機這個交替的這個世代的話 你一定就會知道貓咪大戰陣跟我們神魔之塔 都是骨灰級的這個遊戲啦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啦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話呢我們就先來打一下啊 那個一樣要參加我們這邊的這個 熊窩嘉年華 一樣用基本角色挑戰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黑暗天堂來看看啦 來來來周期來看一下我們機會 這邊的話一般貓系列的話好像 要把這邊在那個收集起來了好不好 反正最近基本上這個貓眼石啊一定要給他拿一拿 這個不拿白不拿啊 因為你這邊貓貓還是得要就是給他升級起來嘛對不對 所以還是必須要我們這些這個支援 而且其實後來發現啊就是我們這個貓眼石啊 缺的比壽食還要多啊 你看現在壽食關卡都先可以就是放著了 我就可以就是先慢慢的來 我一定要先就是料理掉我們這個關卡才行 要使用這個跳過戰鬥嗎 那我們這樣如果跳過戰鬥我們是可以的嗎 還是他只會用那個就是我之前的通關隊伍啊 我不知道欸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打吧對不對 應該是要打啦 因為你可能之前的通關隊伍也不是基礎貓貓 所以就沒辦法了喔 然後來了各位 晉級的黑色漩渦 昨天基本上我們有打那個啦 有打紅色的這個漩渦看起來應該是還行 那就不知道我們這次有沒有機會這個加油加油了喔 來來來來來周旅周旅周旅 周期周期周期 反正這關的話是黑暗漩渦啦 那黑暗漩渦的這個部位的話 我們這邊的這個基礎貓貓貓 就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可以就是駕躍住 因為紅色的漩渦的話 至少我們還有就是那個 鳥貓啊 不是鳥貓 就是我們戰鬥黑暗貓啊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魚貓啊 島貓 就可以做這個事情了喔 所以應該是還行的 來來來來 周期周期 弄起來弄起來 來啦 晉級的黑色漩渦 沒問題喔 然後我們就這樣直接往前進嘛 往前進 晉級的黑暗漩渦 然後走起走起 來來來 呦呼呦呼 然後這邊 我們來繼續給他 往前進 拜託了 拜託了 有喔有喔 有喔有喔 好像打得了耶 就是他這個黑暗漩渦好像 不會像是那個紅色漩渦 你目前來說好像都 還算是可以扛住 不過他後面還有一個這個 紅色帝王啊 莫名必妙 怎麼後面突然有一個紅色帝王 但應該都還算是行的 反正這個 最近的話這個漩渦加年華 是一定要給他參加的 因為你參加才有更多的這個 貓眼石可以拿 OK問題 晉級的黑色漩渦困難 沒問題解決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趕快出去領一下我們這邊的獎勵 然後看一下下一個是什麼 這邊來了 零到XP 然後這邊是 鐵紙的布屋 然後你要用這個 稀有角色 八隻的稀有角色 鐵紙的布屋的話 我記得應該是那個吧 鋼鐵點對不對 這邊沒有鐵紙的布屋耶 真的耶 所以這邊又是沒有了 所以他不是 不是每一天都會出現好不好 這比較尷尬 那這邊的話就是 天譴吧 天譴的話我看一下喔 天譴必須要用稀有角色 天譴這邊有沒有 天譴有有有有 那天譴的話是 那個什麼天使漩渦 然後他要稀有角色 所以這邊的話天使漩渦 大概就是帶那個天使敵人 部隊就OK了喔 我們來看一下 稀有角色這邊的這個 天使敵人部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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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然後雜技團全部都上好不好 全部這個有這個拉麵王應該就OK了 聖誕禮物貓 宅配貓 然後彩蛋貓 BK貓 煙霧貓 火力鏢貓 真的是 永遠都不會用到這幾隻貓耶 我的天 然後對啊 感覺好像用他們這幾隻就可以了 農夫貓我覺得應該要上 然後這個煙霧貓 這個啦 鼻涕從貓下來好了 你們看一下農夫貓這個走起好不好 全部都稀有喔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我們再換成那個誰啊 我們再把那個就是那個 美魔貓給他換上來喔 來來來走起 有拉麵王應該就差不多了啦喔 拉麵王一個扛住那個天使漩渦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而且這關之後這個困難等級啊 大家會發現就是 哲平怎麼還不趕快買我們就是那個黃金會員 因為我的這個 信用卡還在審核當中啦 我還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辦成功欸 笑死 以前我都用金龍卡啦 因為我最近看大家留言好像有人問我說 阿你以前不是有那個 有刷卡嗎 為什麼現在還要辦信用卡 因為我以前用的是金龍卡 金龍卡就是你的那個銀行啊 有多少錢啊 他就是 會扣多少款 不像就是那個 信用卡之後 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先刷 然後到一定的時間再還他就可以了這樣 所以信用卡基本上就是 為什麼人家說就是刷爆或是卡鈴之類的 就是有些人他們就是 前一個月他就會瘋狂一直刷 然後刷刷刷刷刷到下一個月的時候再還錢這樣 然後你有可能就會刷爆脫幹嘛之類的 那我也是避免為了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通常就是 以前是用金龍卡啦 不過金龍卡就有很容易就是被 倒刷的這個局面 像我之前就是 我停卡原因就是被賣到好詐騙 然後賣到好詐騙 如果你是用信用卡刷的話 你是可以就是去那個信用卡那邊停 然後把它停掉之後 然後那個款項就出不去了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信用卡還是可以保護自己的 但是最怕的就是自己克制不了自己 然後就是把錢就不用花光光這樣 然後天淺的這個漩渦也是 沒啥咪的問題的唷 好直接解決 沒問題啦 今天也是迅速解決 然後這邊天淺也是OK 而且這些困難關卡要打完 才會有那個喵莉達的關卡 所以我們之前都沒有開了 笑死了 好貼子的布拿到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絕望異次元 這應該是異星的對不對 絕望異次元我有看到 呦這個玄望星次元 欸不是 這是星次元 我們要打的是異次元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要打異次元啊 這個星次元應該不干我的事啊各位 哈哈哈哈 對啊 應該啊 對啊 對 異次元 星次元不干我的事 但是可以打這個 緊急暴風警報 然後他是用什麼 角色第一型態來完成欸 那很簡單嘛 暴風警報的話 這個還不簡單對不對 來來來來 教大家如何打 這個緊急暴風警報 唯一解 就是我們那個 哇這邊 欸我們好像 早就用第一型態在打了耶 對啊 欸 我們之前 用的都是第一型態欸 為什麼這麼聰明 唉唷 哇 料事如神欸 我早就知道貓戰 未來會出這個模式了耶 太神啦各位 好猛好猛喔 耶耶耶耶 來來來 那這關的話就是這個 暖桌貓直接給他走起 然後喇面王給他走起 太好笑了吧 欸真的欸我們這邊應該全部都一階吧 應該沒有錯吧對不對 我記得暖桌貓應該就是 一開始了 欸不是欸 暖桌貓是不是再來是真子貓還是什麼 這應該是一階吧是不是 我忘記了耶 但我們這邊應該全部都是一階的啦 連這個 八戒跟這些東西都是一階 那真的滿有趣的 有囉有囉 這個暖桌貓你去就好了各位 哇哇哇我真的是 太那個了 八戒進去應該是ok的 欸好久沒看到這個咧 你看貓戰以前的話 就真的就是完全都沒上色了 他就是一個那個 黑白的這個遊戲 只是後面真的 就真的做得太好啦 所以大家都 都喜歡看這個有顏色的貓戰 完全沒問題 有囉八戒進去應該就ok了喔 ok了 碰一下 然後再加一個這個學生會長 學長一階跟二階好像也沒差到哪裡去 他會不會被董到欸 欸會欸他會被董到 哇 學長看我沒了 呵呵呵 完了完了 學長看我沒了 呵呵呵 那我們用真田新村傳傳一波呢 欸有欸 欸進不去 在外面就掛了 噤噤 不行欸還是得靠這個 八戒跟這個暖桌貓來做一波公子 可以 那以前的話就像剛打這關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方法啦 然後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就是我們就是那個 欸 是那個嗎 貓河宇宙是不是 你就可以有一隻角色可以打這個 可以打我們那個彗星一擊喔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那之前的話好像就沒什麼角色能夠打彗星一擊 真的是比較尷尬喔 好 晉級的暴風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隊伍真的是那個 真的是我們這個 第一階的 應該是啦好不好 應該是 哇這個是 早就料到欸 料事如神欸我的天 哈哈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最近看了官方的資訊好不好 終於是看到了就是那個 我們神魔之塔跟貓戰的合作 還滿讓我驚訝的喔 因為這兩個遊戲居然 居然現在要搞合作了好不好 還滿特別的 那大家期不期待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看一下 有吧有吧 有了各位真的是一階 太神啦 料事如神